他从这边一敲下去之后 然后他就是有一些 把我们盆 办公室的桌子硬生生被狼头砸 柜台也留下好几个用力敲击过的痕迹 家里市府的市长是 25号下午遭人闯入 吃狼头猛砸 盆栽碎了文件散落一地 女职员吓破胆赶紧报警 动手的就是他 61岁的妇人 他被带时捂着脸 情绪还是很激动 远景上前躲起了他手中 长约30公分的狼头 就怕不小心伤到人 凌机有一些冲突不愉快 影响他的情绪 那就冲到市政府这一边来表达 警方调查这名妇人 疑似因为情绪不佳 才会持狼头闯进市府 加上市长是 设有接受民众陈勤的服务区 民众进出频繁 当时没人注意 妇人手持狼头 他一进门二话不说 看到东西就猛砸 还有当时市长 突醒着外出不在办公室 这一间其实就是民众 经常过来 澄清的地方 有时候在这里哭 流眼泪 都有 所有家属到场安抚情绪 也强调愿意赔偿损失 但根据了解 这名妇人先前 就曾到办公室大声跑销 这会又拿狼头砸东西 尽管没人受伤 但已经让办公室的职员 饱受惊吓 最后 我过黄佩如 再一波道